整排店家一瞬间陷入漆黑 或是住宅大楼没有任何光线 这样的画面在短短一周之内 已经发生八次 大桃园地区近期连续无预警轮流停电 累计超过三万多用户受影响 发生的太临时 有人铁卷门打不开无法开车 或是家里的鱼缸养的鱼插点死光 还有家电3C产品停电故障 大街小巷爱红遍野 台电也为此在记者会上说明 桃园的停电 台电总经理王耀廷解释 电力系统很单纯 透过输电线返山越岭送往都市乡村 直到当地还要经过变电所变电器 还有数百个开关抵达家家户户 桃园地区的停电 就是最末端的一到两条线路故障 属于事故停电 并非缺电或是能源政策错误 强调台电在过去十年 停电次数降了七成 就像开车在路上偶尔抛锚 这样的问题并不能始先知道 民众要的就是稳定风电 民众要的也就是内心电網 要怎么样安全 产业要的也是如此 民生要的也是如此 请不要再政治化束 立委质疑供电不稳定 都还没到夏天就频频停电 到时候问题恐怕更严重 毕竟电力是民生必备 谁也不想再遇上停电困扰 TVBS新闻林志伟 廖宗信 蔡幸宇 桃园采访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